广东有家餐馆特别牛 不客不预订不营业 什么时候想开就开 就算这样也不见倒地 反而有越来越多人来吃 可究竟是什么样的美食 才能让老板如此好好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拿出一块日本和牛 拿刀切掉多余的脂肪 这些都会影响成品的口感 通常只会直接扔掉 30斤和牛切完之后 只剩下20斤不到 接着丢进黄色调味料中 均匀地蘸上一层 不放过任何地方 经过一个小时的腌制 将整块和牛放到烤架上 利用明火全部烤熟 除了和牛之外 还有牛排骨 统统需要蘸上调味料 放进烤箱中烘烤 拿出来的牛肉和排骨 已经变成黑乎乎的煤炭 看着还挺到胃口的 也不懂这样的牛肉有啥好吃 主手用力按压一下 里面的油脂还会流出来 看一眼就让人直流口水 吃上一口外焦油嫩 越吃越停不下来 最后拿刀切成小片小片 放到碟中就完成了 因为这样的牛肉比较罕见 很多顾客都吹捧 一传十十传百 才有如今不一定不营业的场面 老板也没因此骄傲 反而更加注重顾客的口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